我接下来的彩妆品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Laura Massey的眼影笔 什么一长一短呢 因为这个是gift set 它是一套的 但我只 但我只拿了一支出来 那这个是我买的正装 所以它正装就是有这么大一支的 然后这个是小baby 就是gift set里面 一个套装里面 它有四个颜色 但是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 哎呀我今天 可能我今天化了今天的眼妆 我放在化妆台上忘记拿了 那这一支呢 小的这一支是叫 Rose Gold 它是一个化卧蚕的颜色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可以画一下试试看 而且它的眼影笔的质感 很creamy 好滑啊 对很舒服 而且很容易 马上就可以把它晕开 那我通常呢 就是用这个颜色 用来化卧蚕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个颜色 我一开始是买的 我一开始是买的Sugar Frost 这个颜色用来化卧蚕 然后这个颜色呢 它是比较偏白的 就是偏亮一点 对会很亮 就是如果那一天你说晚上的话 可能它会比较适合 但是我觉得大白天 画两条白白的在下面 其实也蛮怪的 这个会比较自然一点 好 我今天就用了这个 就是用来化下面一半的卧蚕 我觉得很不错 我是像那个白的 这个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它的质感质地也蛮creamy的 很多人问我说 它跟白Terry哪个好用 说实话真的是 两个我都离不开 我觉得两个各有千秋 都很好用 两个的显色度都很好 那你要非要说质感方面的话呢 creamy的程度 苛刻来说 白Terry的那个会是更好一些 看得出来吗 我看一下 真的好看的 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你用这个颜色好好看 那我觉得白Terry那个会更creamy 那这个呢 其实相对而言也还不错 性价比来说呢 可能Laura Mercy会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白Terry那个一支会稍微贵一点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Laura Mercy 如果你不想考虑白Terry的话呢 这个会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眼影笔很好用的 看看 嗯好看 还不错啊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好看呢 有一种水灵灵的感觉 马上就出来 好我找到了这支眼影笔了 它是藏在我的盒子的最边边的地方 那也跟大家很quickly的说一下 它的色号是叫Moonlight 这个颜色呢 今天我也有用在我的眼皮上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大体色 那它是带珠光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很着急的话 画一下 然后直接用指腹把它晕开 你就可以去上班 出去逛街干嘛的 我觉得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也是同样 完全不会晕装 这三支呢 都是我目前用Laura Mercy的 眼影笔里面最喜欢的色号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 接下来的彩妆品 我刚才有拿它的这个 好漂亮它的盒子 紫色的 不好意思没踏运 紫色加金色 对 然后它是 里面是长这样子 好百搭 对它的颜色属性很百搭 然后我喜欢它的原因 它因为它全部是不带珠光的 是全部都是雾感 对 而且镜子也太大一块了 对我一般弄头发的时候 我看不见后面 我直接就拿这一块 看后面头发有没有做到 对给大家看一下 这镜子会有点反光 这镜子超大一块的 就整一个眼影盘 这边都是镜子 是 这个镜子好赞哦 这个我买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没有珠光 我为什么喜欢没有珠光的眼影 是因为 不是说喜欢吧 就是我可能喜欢用这种来打底 因为我觉得亚洲人的眼睛呢 比较泡泡的 像我自己的眼睛呢 就会有点泡泡 然后刷眼皮折又不是很大 然后我一般是用这个颜色来做 给眼睛做一个打底作用的 这样就不容易晕妆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用比较粉色的这个妆呢 我就用这个来打眼窝 如果是大地色呢 就用这个来打眼窝 这样的话 因为它没有珠光的那个反射之后 你的眼睛可能就要会深邃一些 这样你在眼尾的放一点珠光 这样就好看很多 然后呢 它的颜色显色度 其实不是那么的强 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 挖在手上的时候 它很细 它的粉很细 其实颜色显色度还不错啦 你觉得不错啊 对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这几个颜色都没有说很深呢 我觉得是因为你很白嘛 你看看 因为这样才会显色啊 我觉得显色度还不错 嗯 然后 而且它的粉质还蛮细 对 粉质非常的细 而且它不容易飞粉 其实眼影最讨厌的就是会飞粉 飞的到处都是的 对 尤其是油皮 对 对 出油的肌肤最怕飞粉 所以一种一整盒 然后颜色拍得那么漂亮的 不是珠光的很少见 是的 而且它这个整一盒的颜色 我觉得 基本上 你要想到的颜色 它都在里面 对 我觉得真的很实用 如果是 你也喜欢这种 雾感眼影的同学呢 不妨留意一下这一盒 我觉得还不错哦 我今天的妆用的就是这包 很赞 嗯 你刚才说到持久 我为什么夏天只用眼影笔呢 也是因为这个持久度 我夏天比较少用眼影粉 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皮会出油 而且会担心 哪怕是打了底呢 它还会有一个折痕在那里 所以我用眼影笔 这种东西呢 是最放心的 它是绝对持久度一级棒 哪怕你去游泳回来 你所有东西都掉了 这个眼影还在你的眼皮上 我昨天 美人鱼吗 我昨天 哎 美人鱼最近好红啊 哎 我还没有看 到处都是 你愿意去看好了 行啊 我昨天画了两道这个在我的手上 结果我晚上洗完澡之后 还是这样的 还在呢 为什么还在 所以表示它这个持久性非常好 而且我用的是热水 换热水之后它还在 表示它的这个持久度相当赞了 那接下来我的彩妆品部分呢 就剩下最后两支唇膏了 很热啊 首先第一支呢 是我一直在跟大家推的 Chika家的唇膏 色号是5号 这个也是一支水润型的唇膏 那这个唇膏的颜色 其实它没有那么显色 就是很粉的 今天我也有用在我的嘴唇上 很适合你 我觉得很粉的很好看 而且很适合夏天 我很少用这么艳丽的唇色 其实我挺羡慕就是用这么艳丽唇色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 我也羡慕你可以用这种水润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唇色在这里呢 就会觉得整个人很大气 而且觉得很有感觉 就很时尚很时髦的感觉 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平淡一点 可以啦 你试一下 这一支 好我会试一下的 那这一支呢 我是觉得它很水润 所以在秋冬天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秋冬天本身嘴唇的这个状况 就不是说特别佳 会干啊 会掉皮啊 如果你再擦上一个雾感的唇膏 很容易就会有那种断层啊 或者是均裂那种感觉 那水润型的唇膏 我觉得在秋冬天用的话 会给你一个安全感 就不会 会占头发吗 不会 它很舒服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在手背上试试看 然后另外一支 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唇膏 这个牌子我不会念 叫Iliya I-L-I-A 那这个牌子呢 好像是一个成分比较天然的彩妆品品牌 这个颜色非常可爱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买的 是的 第一家还缺货 然后我们跑到第二家去买 它叫Shell Shock 这个颜色也是很可爱 很漂亮 就一看就是我的颜色啊 然后它是比较偏coral 对 它比较偏珊瑚掉一点 也会很活泼很可爱 就这两个颜色呢 都会蛮适合夏天 因为它颜色其实还蛮鲜艳的 只是它的显色度 其实不会说是特别好 但是它的水润性很佳 很舒服擦上去 你不会觉得真的有擦一个唇膏 在上面的感觉 很自然的感觉 很轻盈 所以我在夏天还蛮爱用这两款唇膏的 当然是麦克家的 就是我今天嘴巴上涂的颜色 大家也知道最近那个去年吧 可以说那个Chili啊 火到一个不行 被那个韩国叫什么来着 死个 whatever 那个涂得特别特别红的颜色 我当时去专柜想 我去看看那个颜色好了 还有一个颜色的Diva 那个颜色 很深的那个颜色 结果我去了之后呢 我眼睛就离不开这个颜色了 哇 好好看哦 对啊 它怎么跟你 怎么颜色不一样呢 是吧 为什么呢 我涂上去之后 我发现它边缘会有点粉粉的感觉 对啊 对啊 外面是发粉的 但是你单看它的 怎么看 这样吗 单看的时候呢 它是很 稍微偏深一点的红色 对啊 哦 好神奇哦 其实它擦在手背上也会粉粉的 然后边缘的 你看 哦 是耶 这样边缘把它模糊一下 对 它就外面就会粉粉的感觉 哦 这是什么色号啊 叫Ruby Ruby 哦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然后它是这个 把雾感的嘛 我的MAC下的唇膏全部是雾感的 我对雾感的追求 就五指金 它可以用很有水润的 但我觉得我的脸型 比较适合这个颜色深一点的 这样 会把这个地方显得会小一点 所以我还喜欢这种颜色非常非常艳难 所以每个女生呢一定要很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是会修饰一下变得更好看一些 你说是不是 是的 不是说我推荐这个也适合你的脸 然后不要盲目的去跟风 让你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气质 这个颜色我对它改观的 对 它会变啊 因为我每次我都还没有试过 就是我每次都想看这个颜色 看完之后我就又放回去了 是吧 对 我没有勇气试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 等一下然后视频关掉以后 我一定要给它涂上 然后它如果觉得好看的话 就会放出来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驾驭这个颜色 可以了 因为它太女王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换一件不是那么lady的衣服 我今天涂完了之后 它就很粉嘛 然后我中间又加深了一点 对 这样稍微渐变的 对 好好看哦 这两个都是眼线笔 一个是植村 植村秀 这个是凯凡D液体的这个 迈的 然后这个 对 这个呢 是个眼线笔来的 这支是它新出的 是吗 是 这个是我 今年新出的 对 去年了 去年新出的 去年 我回国的时候 我去逛那个sofa 我去买到的 当时也想试一下 因为他们家的那个眼线 液 眼线液就很好用 然后我就想试一下新出的这一个 我自从化妆以来 我没有用完过任何一支的眼线笔 这一支真的是我第一次用完的 说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用完 因为会晕是不是 对 因为会晕 然后再不就是它头太大了 然后或者你要不停地在里面削 就很懒 每天早上你一拔开 你发现它不尖 你就很窝火 你知道吗 对 而且又会赶时间的话 就会选择不用它 对 然后这一个呢 它又很方便 它因为是一直就是可以扭的嘛 不外扭扭扭的 但我觉得它是很少了 而且它画的时候呢很顺滑 然后又不会脱妆 这一支是棕色的 我把黑色的全部都用光了 这个棕色的好看 很顺滑 对 然后 而且它不脱妆 对 它不脱妆的 就是保证上午是一根线 下午还是一根线 对 然后我当时用完那个黑色的时候 你知道 你在扭上那种心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 啊 baby 没有了 然后 那它扭出来 还会扭进去吗 扭不进去 就扭不进去 我没有试过 可以试一下 扭不进去的 扭不进去 所以大家 如果你也有买这支眼线 很多人会中招 你知道吗 因为眼线笔 大家都会感 就是想说 哎 它到底里面有多长啊 就是把它全部都拧出来 结果好了 拧出来之后呢 就拧不进去了 所以大家买眼线笔 千万不要 尤其是这种拧的 千万不要抱有好奇心 对 因为很多人有买我 买的那个 Magic Cup的那个眼线笔 它也是拧的 结果很多人 说是拧出来之后 就拧不回去了 嗯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我相信可能拧的 很多这种眼线笔 都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拧不回去了反而好 因为它很坚固 对 不像那种能扭回去的 它会晃晃晃的 对对对 并外一个眼线叶 眼线叶是我从来都不碰的 我不敢碰眼线叶 因为我很害怕划错 那种眼线的擦掉就好了 但它容易擦吗 可以容易擦 修的话很容易修 对 但你不要 不过这一支呢 不是特别容易 因为它的名字叫Titool 就是纹身的 你知道 就会很 在你眼睛上 早上画 晚上画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估计它还是在那里面 还是那个样子 这个我是看一个 美国的一个 是的 很多YouTuber都推荐这一支 是吧 就很好用 然后我经常用它来画内眼线 因为我觉得这种质地的 比那种 像那种千笔类的 会更容易持久一些 所以我用它做内眼线和勾勒外面的这个眼线 你用它还用画内眼线呢 就是画得到内眼线 画得到 但是就要很小心 因为它尖很细嘛 是的 可能就要平着这样拿一点一点眼线 然后捏上 最近我有被讲草 这一个 不是 Tone 4的 Tone 4的 但是因为我很少用眼线液啊 我一直都是用眼线皮 我觉得2016年我要改变一下 彩妆品的部分 你说完了吧 对 说完了 那好 那最后呢 就是有的没的时段啦 还是由你先说吧 我先说 对 你先开始吧 好 我现在拿出来了一个 这个好可爱 超粉的颜色 这是个什么呢 他刚才说买那个 Body Veil 那个东西 它是外貌协会 这个就是 我一定要讲它的来源 是怎么来的 当时我在杂志上有看到 我应该把牙刷拿出来 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牙刷 是 这个牙刷很出名啊 是牙刷 我当时来的时候 对 我就 我说老公 我一定要买这个 我老公给我一句 你家里面不是已经有一个 Oral B的了吗 你还要买新牙刷吗 然后其实我 我可以不用管它 我就买的 但我知道这样子太太太不对了 太入了 对啊 所以我就想算了 我只是念一念而已 最近情人节 我老公就从那个 座位下面拿出来 给你的生日礼物 给你的情人节的礼物 然后想什么东西 然后给你打开 他也没有包装你知道 然后我就啊牙刷 我还是挺开心的 那当然了 对 因为你跟我提了蛮久的了 就是上一次你跟我提 你说你也想买这个牙刷的时候 美得不得了 美得不得了 对啊 而且它这个牙刷好的地方 虽然我没有买啊 但是我有做功课 这个牙刷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如果出去旅行的话 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它这里可以充电 另外如果在家的话 它是有个杯子 你放在杯子里面呢 它就直接充电了 所以其实使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这个牙刷呢 会刷头比较人性化 对对对 我自己也有这种 Oral-B的那个刷头 它是圆的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刷起来感觉 如果你是不习惯 用电动牙刷的人呢 你一开始用那个 你会觉得很不习惯 你会需要适应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牙刷的头呢 其实是正常牙刷的头 会再小一点 但是这个牙刷头的形状 是你习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使用起来 这个会入门 会更方便 它有两个头 一个大头一个小头 就是也是这种形状的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种形状 就是头圆形 会比这种圆形的 感觉要更人性化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充电 真的是非常好 像我ORB的那个牙刷呢 就必须得整个座 捧出去 充电就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漂亮 我好想拥有啊 老公我也要 坏买 好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有了没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眼镜带 这个眼镜带呢 因为我相信你买墨镜 应该那个盒子也是超大 对你没有办法 一直把它放在包里面 如果今天你是要背一个 斜胯的小包 对 你一个眼镜盒 基本上把你的小包空间 都全部占满了 所以当我在用小包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眼镜带 这个眼镜带是来自 Rebecca Mekong家的 那它是有超级无敌多的颜色 你知道这个我是在哪知道的吗 哪里 继承者 哦什么 对啊 当时 当时那是谁啊 就是很无理的把那个 另外一个女孩的水泥包丢在底上 然后啪啪啪啪东西都出来了 哇这也被你看到啊 对啊 我就一眼就看中了 哎我说这个包也太好装了吧 就是你的墨镜不需要装那么大一个盒子 你就装一个小袋子 其实就超方便了 而且它扁扁的 你其实可以摸一下它旁边 哦它是 你保护那个眼镜 对它是有厚度 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眼镜带 它的带子不会很薄 其实也有很多墨镜 像Gentle Monster 它会给你另外一个带子 对 但是说实话 那个带子我真的不敢带出门 因为它是那么薄薄的 如果今天你是 一个不小心掉地上的话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那一款呢 就不确定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保护功能的 这个眼镜带呢 我觉得很好用 真的是超赞 而且它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黄色 粉色 红色 任何颜色都有 那我买的这个是 Diffany Queen的颜色 我觉得 价格怎么样 价格也很便宜 这个我是在ShopBall上买的 那我当时我记得是 它有一个优惠嘛 所以我就在上面买了 我觉得它还蛮划算 它家好经常也打折 如果可以买到打折的话 干嘛还要买原价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不错 那你还有其他的 有的霉的东西吗 是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其实它还有一样 那我等到压轴最后再说 那我还有几样有的霉的小物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来自Beauty Blender Beauty Cleanser 这个洗刷灶 那这个洗刷灶呢 其实我是专门用来洗Beauty Blender 我其实用过baby的沐浴液 用过专门洗刷剧的液来洗Beauty Blender 我发现都没有这个灶来的好 这个灶真的是 你家对面有人在装修 对 这个灶真的是非常赞 它洗Beauty Blender可以洗的 我肚子好饿 它洗Beauty Blender可以洗的很干净 真的不夸张 Beauty Blender只要在上面 它里面是一个这样子的小灶 就是一小块 其实真的很小 我一开始都觉得 哈 这个这么小一块灶 还要那么贵 就是只有这么小 其实它刚上的时候 我是抱着很不屑的态度 觉得花这么多钱 买一块肥皂 值吗 但是后来呢 我看了很多的review 所以我 其实买贵的买便宜的 我都会做功课 只要那样东西是好的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后来我就是看了很多的review 说它真的洗Beauty Blender好用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家 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每样东西 你不自己亲身试一下呢 你是不能确定 那样东西是好用的 所以我也回家试了一下 真的洗第一次 我就发现我的Beauty Blender 被洗得非常彻底 非常干净 你要蹭很多下吗 还是底下 就只要把Beauty Blender沾湿 然后在它上面滑滑滑 然后就可以抓抓抓 Beauty Blender里面的粉底液 就都出来了 然后它要在一面吗 清洗过之后再一遍 就是做再次的二次清洁 就通常我都会洗两遍或者三遍 Beauty Blender就会被洗得很干净 如果是用 如果是用baby的那个沐浴液 或者是洗刷液的话 我发现Beauty Blender 没有那么容易被洗干净 是吧 对 所以我发现这个灶呢 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也有Beauty Blender 然后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呢 不妨去试一下这个灶 真的能洗得非常干净 好那最后一样有的没的小物呢 就是来自Deptic的这个蜡烛剪刀 这个蜡烛剪刀呢 其实在上个星期我去朋友家的时候 也有跟朋友强烈推荐 因为它在点蜡烛 那它的那个蜡烛的不断冒出来那种黑烟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竹心烧得太长了 前面的那一段其实需要把它剪掉 之后再烧呢 你就不会看到有冒黑烟 其实那个黑烟会影响到蜡烛的那个香味 还是要勤劳地剪竹心啊 所以这个剪刀呢 我也有推荐给身边的任何喜欢蜡烛的朋友们 我觉得很好用 那它剪的时候 它跟普通的剪刀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前面呢 是圆形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看它有一个像个漏勺 就是漏斗一样 它的竹心是会被吊在这个圆形的地方 所以非常好用 而且它的这个剪刀的这个前面的部分很长 所以你不用害怕说 我的蜡烛如果烧到很里面 那我怎么剪呢 会烧到自己 它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就够到最里面的那个竹心了 它被用来剪指甲 剪指甲不行了 那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好用 所以我很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蜡烛的话 不管你有没有买DT的蜡烛 你喜欢烧蜡烛 不希望蜡烛会有任何的意味出来的话呢 这个会是一个很好 就是你蜡烛本身 它不会冒黑烟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蜡烛的瓶身不会变黑 哦 哦 它不会冒黑烟 对 因为你如果竹心一直不剪的话呢 你的瓶子 你会发现整个蜡烛烧完了之后 你的瓶身上半部三分之一的部位吧 就是黑色的 看见这样的瓶子呢 你会知道 哦 这个肯定没有剪竹心 所以这个剪刀我觉得还是蛮必备的 就即使你不用贵价的蜡烛 你买一个便宜的蜡烛 其实我也经常会买一些小店的蜡烛 嗯 十几块钱的蜡烛 我也会买 我觉得呃 只要是好看的 好闻的 其实我就会搬回家 贵跟便宜 也就是它蜡烛本身的那个精油 一个是用精油 可能一个是用香芹 调的 对 调的那个味道 但是我买蜡烛 其实我不会全都买很贵的 因为很贵的蜡烛真的烧起来 感觉有种在烧钱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买贵的蜡烛呢 我不知道你啊 但我自己有时候就是放在家里面 拿来做装饰 就会很 有的时候或者是很特别的日子啊 会烧一烧 我会觉得啊 好棒的感觉 这个蜡烛剪呢 我是很推荐给大家的 可以试一下 好 那我的东西呢 就分享完了 最后呢 就是要分享朋友的压轴品了 会是什么呢 就是饮品了 可以能看到吗 看得见 看得见 很赞 它是一个 哎 pension fruit的中文叫什么 嗯 pension fruit 热情果吧 热情果 应该是吧 应该是叫热情果 哇 看 这个就是它今天来的时候 刚刚做的 很简单 就是用pension 用热情果做的 我大概用了六个左右吧 然后 六个热情果 对 六个 嗯 加上我们杯子里面的 嗯 因为我大概有六个 OK 嗯 我第一次做是在 我们情人节那天晚上 是的 我有看照片 我看朋友圈 我说哇 这个好像 这个为什么会沉变呢 我觉得 因为第一次做它没有沉变呢 它这样调一调 颜色都很漂亮 哦 哎真的颜色好漂亮 嗯 它是那种黄色的 对 整一瓶超美的 嗯 嗯 它用那个柠檬 柠檬 还有它我学的时候 它是让我用那个 那个那个糖浆啊 糖浆 对 糖浆去调这个甜味 但我发现用完糖浆以后呢 它沉不沉 还好 还好 用蜂蜜会不会好一点 哎 我没有试过蜂蜜 但我第一次用糖浆的时候 这个颜色比较深 哦 所以会把这个 很漂亮这个黄色 它稍微会 会调深一点 所以我这一次 昨天晚上熬了冰糖放的 哎哟好甜心 冰糖然后再挤了 大概有两个柠檬这样子 两个柠檬 对 你看你自己想 这一杯大概够几杯啊 就是这样的杯子倒出来 应该够四杯 对 四杯左右 嗯 哇 如果是有朋友来啊 或者是开party啊 可以弄一个大的 对对 哇 而且很漂亮 这个黄色 夏天就是看到这种颜色 会很开心的感觉 像这种 一收一家装顺利 然后放到里面 剪一个 放了一个 薄荷叶 对 薄荷叶 然后切一片柠檬 夹在旁边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物 哇 好赞啊 对啊 喜欢喝冰的呢 可以再往里面加冰 我觉得口感会更好 或者是直接把它放在冰箱里 冰沾一下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好赞 一会我们入完呢 就可以喝一喝了 对 我现在忍不住想喝一喝 现在忍不住 好 那我也来 我也来了 两杯的味道 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单独调 是吗 干杯 好 今天露得还蛮成功的 不顺的啊 嗯 好喝吧 好喝哎 嗯 说实话 我不是很喜欢 这个热情果的 但是这样子调出来的味道 很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很多 passion food的那个 饮品 嗯 我觉得那个味道 没有太过了 对太过了 这个就是 淡淡的 很清淡 很舒服 就很refresh的感觉 对 好好喝 好赞 好 那一边喝呢 一边就跟大家结束 今天的二月爱用品分享咯 希望你们喜欢吧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在下面给我们点一个赞咯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那我们下一支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 还要谢谢朋友的友情出镜 谢谢你咯 我也谢谢你咯 OK 拜拜 拜拜